不斷讓我插一插隊 我們一定要坐到一些握手的位置 唱過一首藍音的歌 曾令你真的太心碎 去年一月劉德華拍廣告當時墮馬 導致盤骨骨折和脊椎骨裂要全面停工休養 令去年年底舉行的跨年演唱會取消 今年初華仔宣布 在12月15日到明年1月3日舉行的20場跨年演唱會 近日就掀起撲飛潮 第一階段信用卡優先購票 一日之內就已經被掃清 別說星斗市民或粉絲買不到 就連一群藝人都加入RF行列 拍片叫華仔比飛 還點了歌 希望華仔在演唱會唱 好搞鬼呀 即是呢 你連尾那個 我一定要坐到一些握手的位置 可不可以讓我插隊 買到一張飛嗎 不知道會不會買到飛呢 我想要華仔去飛問 哈哈哈哈 獨自去偷歡 我借著你監管 其實很多歌呢 我都很喜歡聽的 再會了啦 可不可以啦 其實這些不可不信言 其實都是 即是我很喜歡聽的歌 如果我有事 不是我唱得那麼好聽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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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 即使千多百個深夜 曾在夢境內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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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然唱得難聽 對不對 這個音樂真的是 好了咳了 到時候我們 到時候我要在現場聽 《喜歡我別遮臉,任由徒人發現准冠場,用心把這情緒歌中演》 《神雕合理》裏面,其實華哥在最後做了《神雕答》之後 當時是有唱過一首藍音的歌 我想這首歌可能不是很多人有印象 但是為什麼我這麼深刻印象? 因為我也做過《神雕合理》的藥歌 所以這首歌對我來說是親切感大很多